詞曲 李宗盛 第四節 直到剛才徐茂所說的 我作為一間司訓院校任教的角色 很強調一件事 傳統老師覺得說錯誤是不對 說錯誤是不應該 我想全港的老師一半是說錯誤 但問題是教學生時 如果學生說髒話 我們不是第一件事去罰他 第一件事是問 為何學生說髒話 是否老師本身做了某些事 令學生說髒話 如果我們說現在做老師本身 都要用一個自我發聲的精神 去看為何學生說髒話 不是說學生說髒話 一句話就比起大 我想在座各位如果是家長 或是老師 去罵長毛說髒話 或是上星期日 黃碧雲或劉慧卿 經常說髒話 我覺得黃碧雲是最離譜的 得其皮毛就不知其所而言 老實說如果你說髒話 髒話是髒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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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 即是不自覺的反應 如果說髒話的人都是髒話主義 如果是髒話的 女人埋淫在深圳 你又很好嗎 要跟他握手那樣的聊天嗎 他不知道 如果你說 用一個很簡單的理論 暴力最後都是因為負權 因為在武系社會之後 就由這個男人變了負系社會 所有暴力都是男人做出來的 這個等於貼褲在高藥 一定貼下去一定是對的 我問你 你們黃碧雲 你跟那些共產黨說什麼 跟他塗脂抹粉說什麼 你是不是他的痺女 是不是他的妾侍 是不是他的兒子 灰之則來灰之則去 是不是 我都說過很多次 一個婦女 以前 她不知道什麼是負權主義 她不喜歡 那個男人 不封閉金家 她有三個方法 私奔被捉到 就是浸豬蓉 然後是自毀硬蓉 不讓他選擇 然後是自殺 你們那群民主派 連這三個都做不到 自毀硬蓉做不到 我是自毀硬蓉 不跟他們玩 我說髒話 你不用跟我對嘴 我說話你不喜歡聽 不要說髒話 我現在說維執黨專政 很糟糕 他就不說了 是不是 很噁心道理 這是自毀容顏 是不是 私奔 人家五區公投的人 私奔 被捉到 現在是論罪 又說你什麼起義 你做什麼事 做過什麼 黃碧雲在這裡 你跟我賣這些東西 一些 五六十年左右 流行的社會文化批判理論 拿來解決政治問題 你回家睡覺 其實要睡覺 其實當然要睡覺 就已經睡到睡覺了 劉慧卿 我不說錯 郭 你聽過一個純粹說錯的政權 是會令到天下人民受苦味 我未聽過 反而是不說粗口的共產黨 就令你糟糕了 是不是 我們可以說 凡是暴力的人 最後都說粗口 這個是錯的 這個是真的錯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會說 因為你用其他語言 都有可能 使用到他們那種說的語言暴力 其實語言暴力 這個詞 是一個虛構的詞 只可以在特定的環境裏面去用 不能夠放説四海而皆準 如果你說 語言本身是有暴力的時候 只會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要做言論檢查 令到語言暴力不能發生 這個言論檢查本身 就是對言論的最大暴力 語言是不能產生暴力的 對語言的審查 就會產生暴力 舉例 因為在殖民地的時候 我們有些語言是不准說的 最好就是刺騰語言 這就是對語言的暴力 對語言暴力這個 對語言是對應於一定特定的分析對象才有意思 剛才你說的一個好例子 就是回歸之後 我們不能夠用中華民國 我們不能夠用中華民國總統 那些都不是語言暴力 那些都不是語言暴力 那些是 如果你選什麼叫語言暴力 都是跟語言有關的東西 而會跟別人產生碰撞 會產生一個壓倒性的結果 就是語言暴力 很簡單 即是等於你走去話語權 Foucault說過很多次 我用哪個名詞 不用這個名詞 在語言暴力的時候 就是對於發表的方法 發表的媒介 是要管制的 是嗎 你明白嗎 即是說 如果有人說一些 被社會認為是不好的東西 就不能說 就是等於老信 聲音說的 去一個滿月酒 有一個人說 這個滿月的年輕人 你真是生得好 將來必然是大富大貴 然後另一個人說 他生相好 必然是長壽 有一個人說 他將來一定會死 他就被人蓋了兩包 這是語言暴力 即是等於我跟蕭華一樣 你為何在那時候說 人家大喜日子 你走去說 他身份制一定會死 一樣的 大家公審 蓋了幾包叫他離開 即是很簡單 今天民主黨表現出來的思想文化水平 是滯後於五、六十年代的儒家文化 和一個正統的科層文化 其實是這個運動的最客觀的反應 他們是找不到新的東西出來的 它是這個社會的norm 這個社會的norm必然要提倡 社會必須穩定的建制派有共通處 當你越來越認同這個社會的norm的時候 就搞定了你 在文化上、思維上 中中、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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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 凡事搞得太大力 搞得太激勢不行 這 intent就是中庸之道 沒有科學根據 在社會的科學上用 со幹構 是沒有的 他們有沒有讀過新左派的書 其實有一些 章文剛當時 在他當時處的左翼評論 有第一個左翼評EP 他租屋給我們 中大有一個叫晉輝的學生團體 新組張文剛、張建波有份 他們忘記了他自己的東西 他覺得他以前學的社會批背比率是不能用的 要用張文剛那一套儒家學說等級制度去搞定他 清清主義就這麼簡單 我真是為了悲哀 他們可能會害怕一旦用後 我現在追求的東西 我現在追求是希望在政治格局中有某個位置 如果他真的批背他以前那裏 可能他會覺得他現在得到的東西 可能他自己覺得不應該得到 這是另一個問題 這是說作為一個社會運動也好 政治運動也好 你的理論基材 你的思想的養份在哪裏來的 你現在民主黨教協這一堆東西 全部就是這個社會裏面的既得利益階層 當然他不是莫術人 他是在社會分工很安穩地分到他那部份 比其他人好 所以你說要將現在這個制度 要做一個很猛烈的搖動 才會有一個新的制度出來 當然不會大變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說用剛才的長毛索安 就是基本上他是記得的利益者 然後就是他不會期望整個建制 整個制度 整個公共政策制定過程 會不會有一個翻簽的問題 很簡單 你在民主黨或教育贊成的東西 教育就好些 因為他不用經常做決定 民主黨作為政黨甚麼都錯 這個領會的錯 整筆過撥款的錯 這個教育私入大學的錯 甚至高鐵開頭 甚至高鐵開頭他都好像贊成 外判他錯 所以我想 他現在有一個可憐人 為甚麼你外判成這樣 你為甚麼這樣 為甚麼領會的妹妹那麼壞 你說話嗎 你養大了一隻大口狗 當然會咬你 那隻大口狗說 你為甚麼養大我 好了 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下一次我們再見